日本政府公布2023年日本出生嬰儿数量统计 已经连续8年下降创下历史新低 去年出生人数年间5.1% 来到历史新低的75万8631人 结婚人数也下降了5.9% 为90年来首次低于50万人 预示人口将进一步下降 日本年轻人认为社会环境是不敢生小孩的一大主因 日本内阁官方长官林方正表示 未来六年左右直到2030年 年轻人数量将迅速下降 政府也将提出政策挽救日本岌岌可危的出生率 日本儿童未来策略预计将扩大有年幼子女的家庭津贴包括三个重点 消除收入限制 延长高中适龄儿童的福利期限 以及含第三胎以上的孩子每月支付金额加倍至3万日元 新唐亚太电视赖丽雅综合报道